今天小西瓜幼儿园举办六一儿童节的活动 所以我们起的都挺早的 准备一下 今天小西瓜有两个节目 第一个是跳舞的 尽量穿了宽松一点的衣服 还有另外一套就放到包包里面去 到时候再换 要穿白色的袜子 找了半天乱七八找的才找到 虽然起的挺早的 但是搞来搞去 最后还是迟到了一点 我们到学校门口这里来集合 人差不多到齐了之后 我们就进去了 今天来这里是一所小学里面的会场 家里面没有化妆品 本来说想带小西瓜去店里面化个妆的 但是老师说怕来不及 他带了一些护肤品来这里 后面有两个热心的姐妹 一人帮忙化了一点就完成了 终于轮到我们了 带他去全面排队 小宝要上厕所 回来的时候他们都快跳完了 后面他又跑出去 我去追了大半天 小西瓜自己来周围上看舞见舞 他就自己换了个衣服 今天他们表演的是大话叫 是他们班全班的同学一起表演的 可能他们之前在练的时候 没有新娘头上的那根纱布就搞了一个假动作 老师已经拿头巾上去了 但是小西瓜他可能忘记了 后面才把它盖上去的 这个表演还挺喜庆的热热闹闹的 又看了几个节目 小宝他跑出来 我们就跟着出来了 一直在外面玩了好一会儿 后面我去看就剩最后一个舞蹈都快完了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今天早上也没来得及给鸡喂饭 现在搞了一点米饭加薄骨面给他们吃 剩的这点全部倒给小兔子吃了 一个个饿的跟几天没吃饭一样的 没有卸妆水 就拿这个洗发水搓出泡泡来 给小西瓜卸妆 本来我还怕卸不干净了 买丝性的毛巾来给他擦脸 没想到洗得干干净净的 把这鸡卷门给他打开 让鸡出来透透气 小宝睡着了 我说要去地里面看一下种的那些瓜苗 多的就拔出来 移栽到其他地方去 小西瓜他也要跟着来 跟我一起吃飞 今天我们都没有去买菜 冰箱里面有没有什么菜吃了 看了一下有一点猪肝 还有瘦肉拿来一起炒了 今天是节日嘛 就多炒一点肉来吃了 前段时间做的酸节菜估计也好的差不多了 拿一点来试吃一下 这个猪肝炒熟了 腾了一点出来给小宝吃 后面的这些再放辣椒进去炒 还放了一点辣椒面进去 这个蕨菜我怕还没有腌好 就拿点油来炒一下 炒过之后好像比没炒的时候要酸一点 下次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生吃了 怕不够菜吃 我看冰箱里面还有半截丝瓜 就来煮个汤了 今天做的这两个菜 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吃 我炒决菜的时候 两个人进来拿那个肉汁 一会儿拿一块 一会儿又拿一块的 这两个人进去 你给了一会儿 我给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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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